你这几天躲着我干嘛呀 假也不回 电话也不接 没什么事 咱俩明天把货离都离 离婚 你什么意思呀 说不过就不过了 对 我就是不想过了 那还是咱们先冷静一下吧 我们放个地方 和我聊一下怎么样 请问一下你们结婚多久了 三年了 那既然都结婚了 为什么男生不回家呀 对呀 你为什么这两天都不回家 工作太累 回家烦 那你在哪儿家人不烦呀 只要不回家哪儿都行 那男生只是因为累 才不想回家的吗 倒也不是 他每次过节都要我送礼物 有一个没记住就要跟我发脾气 那我不就是想要有点生活中 最基本的仪式感嘛 再说了 你哪次给我过了 那一年那么多节日 我还能都送你呀 都老夫老妻了 你纠结这个干什么 仪式感的确能放我的 维持两个人的感情 那你们平时生活中 还有其他的矛盾吗 就是他一回家 只要我跟他说点什么 他就不想通过 以上就像你两个小时 碗也不洗 地也不多 我上完再帮你洗碗 帮你拖地不行吗 我都答应帮你了 你急什么呀 能不能别再说帮我了 帮我洗碗 帮我拖地 这难道不是你家呀 那你跟加班已经够累的了 听领导说我一天下班 还要听你唠叨 那为什么别的老公 又能赚钱又能顾家 还不用加班 是是是是 别人老公哪儿都好 我早就听说 婚姻是爱情的合同 我一直不信 现在我信了 那男生你有后悔过吗 早知道是这样 到底没有 感觉你们两个 还是很在乎对方的 那为什么男生 要提出离婚 你说话呀 我不想耽误你 什么叫不想耽误我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我妈生病了 需要化疗 那这事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啊 我怎么跟你说呀 我也不想让你承担这些压力啊 为了给我妈治病 我把咱俩的车给卖了 咱俩车都卖了 这事你都不跟我商量 那车我还出了一半的钱呢 你说卖就卖呀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 你家的破事你自己解决去吧 我一直走 却不敢回头 我一直走 却不敢回头 我知道你没在 我一直走 你才是那个可以陪我走完一程的人 还有 你能不能别什么事情都自己扛着了 不是还有我呢吗 咱俩一起度过这个门博好不好 我深深分在你的从此以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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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过你这件事 是我最幸运的事 你心里的位置 要不可守护之 爱过你这件事 是我最幸运的事